近日,一则来自中国学术界的桃色新闻,可谓是吸引了不少眼球 要说爱情,本是世间美好,你请我远的事情 男女双方因相互爱慕走在一起,那是值得大家的祝福 但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从身份、地位、年龄都大相径庭的两个人 突然的做出一些逆人的亲密行为,那大家可就要大呼辣眼睛吧 就在最近,网上就突然流传出了这么一条辣眼睛的视频 视频中,64岁的中科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方戴宁 在视频直播开会时,一位年轻的女博士后走进来抱着教授的脸一顿狂青 教授立马推开了女博士后,与会的当事人们则是一脸梦 这位被女博士后现文的教授方戴宁,出生于1958年 今年已经64岁,方教授在复合材料的研究方面也是很高的建树 发表过多篇论文,参与过多部教材的编写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除了教授之外 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头衔,中科院院士 要知道,多少人梦寐以求地想成为院士 但院士竞争激烈,名额十分有限 方戴宁可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可见他在悬术或其他方面的造诣已经相当了得 咱们再来看看这位相当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女博士后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这名女子是一名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后 名叫李立明,今年30岁,是个90后 2018年获得北京工业大学工科博士学位 在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外语论文 据了解,当时方教授参加的视频会议主办方 是中国力学协会女科技工作者委员会 提出的问题便是,青年学者要在哪些方面提升 所以在镜头前,参会的多位相关的科研工作者 大家都在交流学术问题 本来颇具浓郁的知识交流氛围的会议 突然被一场激吻大戏打断了 当然,我们的女博士后 似乎也有自己的亲身行为 来参与到了这次会议的讨论中 毕竟青年学者通过这种方式 来提升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 似乎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绝佳选择 此事在网上被广泛传播后 方黛宁所在的北里工有点慌了 立即发表情况说明 老师会第一时间进行调查 对市民中的情况正在核查 会适当时间公布调查结果 截至小编发稿时 北里工还没有任何的情况更新 不过在北里工还未发生前 一向业务精炼且高效的吃瓜网友们 给我们送上了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 在女博士后 李立明博士论文的赤谢部分 感谢了她的导师 更在结尾感谢了她的爱人 以及公共婆婆的爱和支持 由此我们得知 她已经是一个有了家庭的女性 并且丈夫显然也不可能是方黛宁 而方黛宁已经六十多岁 而女子年龄或许都比李立明大上那么几岁 那既然两人并非夫妻 那会是妇女关系吗 首先从姓氏来看根本就不成立 其次从收养关系上来看 网友大军们似乎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接下来大家还在猜测 为什么在一场线上学术会议上 女博士后会有如此出格的举动呢 原因有二 其一 她在一旁等着方黛宁会议结束 并以为会议已经结束 摄像头已经关闭 进而驾轻就熟的做一些事情 但她没有想到 线上会议还在进行之中 摄像头还未关闭 从李立明的举止来看 她和方黛宁的关系不简单 并且相交不浅 甚至是相濡一抹 其二 她可能故意在镜头前做这番举动 以此来宣示自我的存在 向方黛宁家人以及自己的家人摊牌 更重要的是 让方黛宁就范 不管是以上哪种原因 小编感觉李立明的丈夫及公婆 看到自己的媳妇儿媳妇儿 做出这样的举动 内心该有多么的伤心与难过 恐怕一个家庭 可能就要分崩离析了 近年来 学术圈时不时会爆出一些不好的丑闻 比如论文抄袭 还有小编前段为大家讲述的 入学录取贿赂 要说学术圈 原本应该是一片净土 只为了学问 只为了科研 只为了心中的真理 而方奈宁作为中科院院士 学术界的带头人 更是理应带头 净化学术风气 树立榜样 做好带头作用 遗憾的是 这些都是美好的梦想 并被现实所击破 令人不禁恶腕叹息 同时 李立明的这种举动 也切实地迎合了 学术圈里的这种怪象 希望北理工校方 能尽快理清原因 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